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早晨!明天港股假期休市 所以今天就很重要了 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是今个星期最后一个交易日 是今个月最后一个交易日 亦都是今季最后一个交易日 昨天是港股的9月份期货期权到期日 今天是9月份场外股票期权到期日 大部分情况下 根据我当年的经验 占了八成时间 就是每一个月最后的交易日 即是今日 和昨天的走势大致上方向是相同的 看看今天是否是市 继续整体方向是上升 虽然昨晚美股表现是国别发展 科技股表现差点 其他也有少少进仗 先看看我们的美子期货 美子期货在港股收市之后 走势都是反复横行 没有什么大变动 在一个大型的横行区里面反复上落 对今朝的港股就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力 相信 然后我们看港股五大指数 昨天收市的时候 真正变动率 亦都是个别发展的 综合指数 包括二三线股的表现 看看 蓝筹股 恒生指数 国际股 国际指数 全部都是有少少进仗的 红筹表现差 昨天 红筹跌了0.757% 而科技指数 都是跌 不过是0.52% 相对地少些 加上它的波幅是大些 所以比较上 是比红筹股的跌幅是少些的 成交金额比率 比对20天平均数 看不看 全部都是缩减了 但是 红筹指数 就升 升 意思是高过的 当然高过幅度 就不及先几日那么多 正常的回吐 红筹股 昨天说过收市 美子期货收报4373 跌了0.597% 然后再看看 我们的五大指数 曾经跑赢了 美子期货 1.6% 科技指数 红筹指数差些 但分别有0.65% 和0.211% 现货主板市场 非产户主动买股 比率收涉到54.46 并不够配合上升动力 是不够的 所以高位都仍然 的沽压 不可以轻视 而是不够配合上升动力 和5个加日的平均比率一样 和平均比率一样 资金正主动买股 缩较64亿 就略低平均67亿 但依然 总成交金额比率 10.854% 虽然不及之前的高 但也高于平均10.862% 今天看国企指数日线图 为什么看国企指数呢? 昨天看第一段的投资金分析 和我给所有高位以上级别 Patreon 的即市感浪 都一开始提醒大家 看着国企股 因为国企股的期货 国子期货里面 大户有新部署 初步推算是看好10月 10月份的国企股走势 昨天继续录了一支阳速 依然低于SAR 依然低于指数 低于波力加通道中逐 RSI转好 SAR想转好 但今天行不行 MACD还未发出网上买入讯号 暂时低于一个指标 4个指标来淡 短期形势是向淡的 但我反而喜欢这样的局势 即是未转好 即是未买 另外有些指标想转好 这两个一转好 就变成三个好 两个淡变成偏好的波 我反而喜欢这些局势 因为有机会给我们 在低低位买到货 我说的是国企股 至于国子期货的大户沉 和部署如何 有没有进一步的部署 进一步证明 令我们相信 他们下个月会进攻 在国企股战场上 一会我再和大家分析 看看这个 这是我的好淡指标 BBI Bull Bear Index 超短期47 47是属于好淡难分的水平 短期还是27不靓 是属于市况向淡 中期亦是市况向淡 22 长期是16 显著向淡 所以港股 好友四个字 仍需努力 昨日到了期 9月份的期货 恒指期货 国子期货 如果加权收市位 和成交量配合的分析 恒指期货 昨日跌和升 南筹股有沽压得来 成交量增加 不太好 国子期货跌和跌就好些 成交量不配合 跌小 过去五个家日合计的 TWI 好淡 TWI TWI 7.4 indicator 好淡指标 是负1和正3 跌得来 成交量配合 国子期货 负1和正1 都是配合 但没有5配合 偏离值回跌到-974和-288 分别 加权平均偏离值-1.072% -0.502% 两个都负 代表未来一两个交易 都仍有沽压 虽然市场可以慢慢好 仍有沽压 下个星期一开始 我们有个新的表 就看10月份 至于10月份的期货大户加权平均开装水平 在什么位置 大家看看 我昨天给WhatsApp会员的通知 告诉你 至于不是会员那些 你有兴趣会员的 都可以WhatsApp给我 66219728 等我在下一次 下一次招收新会员的时候 优先给你位置 暂时就不给了 因为满了 或者我再看看 有没有会员不适合规格 让我删除了会席 比方空位 都好像还有一两个 接着就是恒子期货的 昨天的表现 是升市的明显 国子期货升市 科资期货都是升市 但是科资期货升得不够凌厉的升势 这里开始看 对了 2月份合备未平初入日正熟 恒子期货是增加的 国子期货是显著增加 科资期货是不变 OK 看着老婆 全部升市增加 就是昨天 外资好有大户 在开新仓逃离 啟示今天 蓝筹股是持续再升的 国子期货 如果经过前一天 显著减少 即是中资淡有大户 非常非常积极 平球仓计数不再看淡 昨天就轮到 轮到很有大户 是积极 是积极地开新仓逃离 看今天的国企股 国企股持续再升 很有信心 即是如何 看10月份 怎么看 淡有大户先退场 好有大户 见到淡有退场了 进去开仓 进一步 启示 10月份 国企股 是会向好的走势 国企股 是很大机会 带领市回升的 显虎 C中一 中原圈 四浪反弹 接着轮到 不变就是说科子期货 不变就是说 昨天在科技股战场上 好有大户开新仓逃离的同时 淡有大户 亦都在评仓计数 啥时候科技股反复再升 即是说 如果市中途有回头压力 估额应多数来自科技股 33个行业内 大部分都是 六得资金正确买入 而较多的是 地产有11亿 银行更多 14.5亿 这两个是最多 其次 有8亿 2千万 软件服务业 保险业 也有5亿 9亿 这些足够5亿 读读给大家看 接着 如果轮到资金正主动 卖出 不多 最多的都不够3亿 4亿 天然企业 2亿6亿 证明股压不大 500只恒生創造成平股 昨天资金正主动买入最多的 是跌的 阿里巴巴收市暴跌 收市暴跌得来 148.3亿 依然高加团平均价 不算太差 六得资金正主动买入5亿 第二位是4亿5亿建设银行 第三位是3亿3亿中国银行 是不是内地银行 开始买盘 扫货 似乎是 继续看下去 工商银行 这些金融股 有帮保险 中国平安 内地金融股 银行保险业 扫上来 开始有些买盘 主动买货 另外两个跌 是中国平安和京东集团 中国平安收市暴54.5亿 京东集团293.8亿 中国平安没有再创52周身低 看看收市位 略低加团平均价54.63亿 京东健康高加团平均价291.227亿 升跌幅没有足够5% 比对5个交易日前 没有足够10% 相对地昨天都是一个波幅不太大的市况 主要大户参与买卖股票 主要数货股票 主动卖股比率 75-25非常漂亮 是中国银行 代表昨天低位两个7 成为了新的短期重要支持位 另外 也不够65-35 相对地比较接近的就是建设银行的62-37 以及工商银行的62-38 三个港元都是银行股 对吧 然后我们看量比 量比 量比就没什么特别 全部两倍都不够 放在专业中的分析表里面看 另外建设银行股票最好 有帮保险第二 第三就是若名生物 建设银行刚才说了 有帮保险说说 收市位是升了3% 高的家庭平均价 主动买股比率 配合57-43 刚刚 到了55-45 刚刚叫做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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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呢 我们看看 这个 这个 看一下 一会儿 我重点分析的股票将会是 2382 顺域光学的 顺域光学 看一看这张是阴阳烛的日线图 一个下降通道 现在正在试下降通道的底部 能不能及时弹出来 昨天出现一个随头利好转向形态 有机会 怎样都好 回到下降通道的顶部又跌下来 那就没用了 一定要升穿 站稳下降通道的顶部 才有机会看由这里开始 这个高位开始跌来的 0.382 0.5 和0.618的反弹幅度 在哪里应该和大家计算 另外这两个位置 就是一个 短期重要支持位置 昨天就不算正式失手 因为收市位高过的 平均线分布形势 就是全面利淡 不漂亮的 所以 五天平均线 就第一个左右 变了 昨天的反弹 在低位的反弹 成交就不配合 虽然收市都是一枝羊竹 身軀很短 OBV OBV 就比较漂亮 为什么呢 这一路跌下来 它真是横行 有一些背驰 背驰不是那时立刻升 背驰就是下降动力 不是你望这里那么强 等机会升 今天呢 我会跟大家讲 三只的 简单分析股票 第一只我想讲的 就是这一只 669 创科实业 创科实业 创科实业就不漂亮得来 昨天 这一只羊竹就真是不错 为什么不错呢 出现了这个 这个很短新区羊竹之后 今天呢 昨天呢 昨天呢 在出现了长期羊竹 可惜呢 它没高过这个前天的 鸣竹身軀中间位 所以未能够认成 早晨之星的 所以怎么也好 算是个反弹 反弹得来呢 我们就会看 我们就会看 在上边的阻力位 这个最初步的阻力位 这个低位 就是这个阻力位 接着还有 如果大家看下去 除了刚刚跟大家说过的低位之外 就是说155.2之外 这个是159.4.5 应该先看这个 是不是我数错了 这个低位 再看一次 这个低位是159.4.5 这个是155.2 没错 两个低位 当然 要解除一浪低一浪 这个向淡局势 要升过这个高位 应该看这个 这个高位是161.9 三个阻力 如果你要博反弹 就是这三个阻力位 支持位置,暂时两支阴速出了 我们现在看这两支阳速的最低位置 两支阳速都是$150.1的支持位置 够不够值? 你自己计算 要求是2.5比1,最少短线投机 但最大问题是信号盘配合指标 这支阳速出了就是DOWN 这个RSI回去上去的5天平均线上去 440,差点点 还不可以 5天平均线上去 指标5个全都利盘 那怎么买呢? 另一支短线投机 又是那个 有些人就比较膚淺 可能我们也不怪的,因为他对经常投资不认识,不肯自己很虚心的学习 他就觉得,你硬我不要买,一硬收施,估计又升,你看错了 这些评论是非常非常肤浅的,我告诉你,直博率不够,指标不支持你买 这不是表示他不会升,只不过就算他升,升的机会都小,和升的幅度都不想象中那么大 还有,你不值得冒这个险,我觉得不值得冒这个险 如果这样说法,每天都有机会下雨,天有不測之风云,可能下一个小时,六半小时会 那你便每天都要带车,我们什么时候决定带不带车?就是我判断机会带不带 那我今天判断,今天都有八成不会下雨,我帮一帮我不带车 我不带车出街,又没有太阳,又不用车太阳 那真的下雨,你一看就真的不准了,是吧? 没有意思的,奉劝所有的市场分析员遇到这类型的批评,不用理会,一笑自知得 接着,我们来讲第二类型,981 中芯国际981 在一个低位,整固了连续几个假日日 已经,昨天一枝长生区的阳竹 这个你可以叫做破脚穿头,因为前眼是阴竹来的 实心是阴竹来的,不是红色,红色是代表升的 实心是阴竹来的,破脚穿头利好转量形态 短期重要支持位,就已经去到利好转量形态的最低位 形态就是这两个位,看较低的 例如我给大家看看,一个是21.8 这个是21.6 短期重要支持位去到21.6 好,高位呢,看到昨天这个高位 昨天这个高位去23元,就已经高过了 这个高位22.9 所以这个形势都是不错 我应该是可以看这个高位的 我看看谁高一点,又是23.8.5 OK,一样,看23.8.5 看23.8.5 然后再看又如何,就由这值钱 从这个高位wach fian HU 这个高位购习非常高 Edward 这个高位购习非常高 就是说,从24.8.5 开始购习看到去,看到昨日的低位 暂时数一下是一个6 厘的原因,个月自己承试是0.5 去了0.320是无需的 0.5都不 criticized,应该要ARY 0.618 然后 Favor 还可以分毫到此 med 是24.8.5 希望可以 同时要留意这个很明显的低位 这个低位是22.5 双上这两个交易日或者三个交易日的浓淡分水岭 我们这样看上去 够不够值得自己计算 又去看指标 配不配合 一个好,两个好 留意 这个跟刚才那种不同 这个是有两个指标利好的 仅是偏淡 只要MACD一发出红牛买入讯路 就变成三好,两淡 形势变为偏好 你可以用小注 就开始抠机会 看看到时够不够值得 就抠机会去买 短线投机说明 接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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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要简单分析股票 是华人置地1109 你看到我每一天 几乎 有时 示范特变就不会 都会简单地分析 除了重点分析股票之外 简单分析三个股票 这也是认大家的建议 简单地说一下 都说一下 OK 我又比较上 是认真的态度 和大家讲一讲 不是随便说给你 只要位低一个 目标一个 买啦 沽啦 不是这样做法 希望大家欣赏 这个就有点特别 近期彈出来 回吐都明显的 虽然不是很大的跌幅 但都明显的 好像想反复向上 就这样肉眼望的形势 都是这一只 这一只 1109 比刚才的669 981 是比较漂亮的 如果我们看真指标 1 2 3 4 5 果然是 5个指标都是利好的 表现这些股票的短期形势 是全面向好的 所以 我们很简单 这些一浪高于一浪 如果你继续短线 拼上去 那当然是看 止蚀位 当然是摆在 刚刚看到前跌浪低位 就是前跌浪低位 这个低位就不够低 为什么呢 我特意量量两个 这个低位是29.7 但对先一日 低位是29.5 所以支持位 应该是29.5 那你就拼上去 如果再明显一些 就如何 推上这个高位 教过很多次 大家应该都懂 31.6 那上面看多少 如果这样的升势来说 我就觉得 就算你由这个高位度下来 这个高位度下来 都已经到0.5 甚至0.8 所以 我建议大家由这个高位度下来 減一減看看 是否这个高位 没错 这个高位最高的 就是这个高位 这个高位 39.78 度下来 见到这个 这个不是短期反弹 这个是中期反弹 但是起码都是25.292 自己乘0.5 和0.618 就看这个位 好了 短线 这个意思是 可以拼短线上 继续上升 也都甚至乎 进一步 hold住它 拼中期的反弹 在这里看清楚 我看周线图 跌下来 拼0.5 0.618 顺便看周线图 虽然平时常说短线 指标 都是全面利好的 所以这只股票 短线 中线都可以 就是今天 三只简单分析股票之中 669 981 和1109 之中 就是最有直博率的一只 好了 那 接着我们讲的 先讲一件事 先讲一件事 就是我在这个 今天十五中 因为今天 今天星期明天没事 所以今天星期 给三天你投票 今天十五中 我会给五只股票 大家投票 第一只 就是上个星期 留言之中 最多人想我放进去 今次的选项中的 392 北京控股 另外四层 我待会先想 看看市况变化如何 现在我们看看 大家记得投票 看看 就是这个 美子期货 现在最新的 转一转一图 先 现在最新是 这个 484 最新的 这里 我看错了 4364.5 弱得很快 4364.5 没错 都是一个 横区浮沉 没有什么特别 这里 都要refresh一下 好了 我们如果根据 美子期货 现在的形势 如果是跟美子期货 我昨天说了 近来不是很跟 近来是跑的 美子期货 我希望今天 和我相信今天 都很大机会 一样 就是 港股 现在是恒生指数 值24585的合理值 是未跌的 跌差几点开始 但是可能是平开的 我相信 如果说低开 那你就小心 会不会特意 再来 知道有的深入 很有大户 然后倒下来 这个 小小主观 但都不是主观 我是根据形势分析 去推断 不算主观 我会看上边 先看24707 如果真的 很大的购买力 的话 不过今天 长周末前 那就 不要太大期望 但都 排定位 24909 万一真的 坏了 合理值都收不到 24401 在上售 应该都有很可靠的支持力 好 稍后我们有第二段 和投资影音分析 今天 会和大家 刚才说的 2382 多谢各位收看 立即赞好 订阅 和follow我们etnet 所有的平台 投资路上 etnet会和你一起 并肩作战